好 來關注一下南台灣的狀況 這個林俊憲現在為著台南市長 也出來要打民眾黨 就說民眾黨是邪教 然後為了鞏固死中的支持者 還甚至就是講說 就是什麼視憲菩薩這種詞 就在那邊諷刺 那馬上被陳昭之回嗆了 他就說 你倒是自己面臨到遭遇的狀況 重現給世人看 你主子就講賴清德 當時落魄被國家機器網軍攻擊的時候 只有高嘉瑜陪著賴清德在雨中敗票 郭國文也陪著他這樣子走上街頭敗票 你林俊憲躲得遠遠的 你有什麼資格在那邊跟我們說長說短 民眾黨也回嗆了他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在9月3號的時候 然後TVBS的民調 當時這個民調的結果就是 不論是林俊憲王定宇出來 或是郭國文好了 就是都沒有贏過謝龍界 但是贏過謝龍界的是陳廷飛 所以看起來陳廷飛是很想要出來選 可是賴清德他心不在他那兒 是在林俊縣那邊 所以現在台南這一局還很難喬 賴清德之前不是也在中常會的時候講說 不要對初選太熱情 別急著搓湯圓 他本來是想要對陳廷飛講的一番話 結果現在這一番話變成了緊箍咒 箍住了林俊憲 搞得林俊憲現在只能低調的來張貼 就想說你組織都講說不是要低調嗎 所以他只能用一種鴨子滑水的方式來鞏固基層 但是陳廷飛本來就沒在管 所以陳廷飛倒是到處去跑這些行程 什麼橋樑改建啊 這樣走入民間啊 所以一直在刷他的聲量 現在看起來這一局 到底是誰出現來對決謝龍界 恐怕還沒有定喔 那另外我們來看看 這個最新TVBS的民調 在高雄這邊也有喔 2026的高雄市長可能人選 會是誰呢 林黛化 賴瑞龍 許智傑 邱毅營 跟許明春這五個都表態有這個意願 要來選高雄市長 對上的是國民黨的柯智恩 欸 看起來柯智恩的支持度全勝欸 就是好像不論派誰出來 柯智恩都是站在迎面這邊喔 所以是不是陳其邁也急了 今天也是說 喔 要怎麼加碼發兩千塊的補助啊 而且呢 要掩蓋蕭條 我們要展現高雄發大財嗎 要講說經濟非常好啊 他說接下來高雄有一個東西 不准上街頭 不准讓他看到了 什麼東西呢 大型的出租廣告 欸 不准看 就是眼耳盜鈴嘛 標準的眼耳盜鈴 欸 沒有看到這些東西 就代表高雄的經濟很好了 因為呢 市區太多這種房地產租售廣告 會讓人感覺高雄經濟不好 影響勢容 所以啊 限期要拆除 這真是妙了 這是厲害了 那 所以你看看 這個就有人開始做梗圖啊 在我們執政下 高雄越來越繁榮 然後就被問 那為什麼高雄有那麼多租售的廣告呢 然後就是說很快就不會有廣告了 好 廣告全部下掉就代表 全部都租出去了 都沒有要賣了 全部滿租 賀滿租 那這是真的是一個 阿Q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 聯合報也給了建議 就是說現在呢 高雄國賓改建案以標速為老的方式 取得了容積獎勵 本來也沒有分數很高啊 本來危險係數只有30 但是到了2022年決定改建的時候 危險係數飆升了 到了這個65.7 而且改建容積率提升到了 1142 短短兩年時間 對比威京集團呢 他們是花了11年 從560提升到840 那這樣看起來好像高雄的 這個提升速度更快啊 那這個是不是應該要去監督一下 所以他就建議 他說在柯文哲被送上囚车之際 這個陳其邁市府 突然宣布要委託第三方 重新評估這件事情 感覺上面像是官場現行記 那國民黨要趕快追這件事情 乃至要來選這個市長的柯志恩 是不是也應該要更重視這件事情 把它追打下去 不能只有羅志強 王宏威在關心這件事情 這樣子對於高雄的這個選情 是不是才會更加的影響力 更加的有幫助 我們來問一下詠萍姐怎麼看 首先我覺得林俊憲 我現在終於知道 為什麼他的民調始終起不來了 有這個當 美去鱗魚 有經上這麼強的官藍的眼神 尤其我印象是太深刻了 賴清德跑一個私人行程去攻擊 然後為了當時不是 台南一個槍擊案 就殺人案件 讓他為了要出來宣誓說 他要掃黑 要訴貪等等的 他特別的告知一家媒體 來做獨家訪問 放消息的時候 跟在他旁邊就林俊憲 你看象徵如此明顯 民調為什麼起不來 政治判斷腦筋有問題 你現在要選市長的人 不分藍跟綠 你都不能夠在這個時候 對民眾黨落井下石 因為民眾黨遭到柯文哲之難 現在黨在危急存亡之秋 你現在如果縣市長你希望民眾黨 到時候如果他提不出來 有利的候選人 你希望吸納他的選票的話 那你當然在這個時候 不要跟他交惡 對不對 尤其是你憑什麼覺得 民眾黨垮了 那些小草就會自動留下你民進黨呢 你如果持這種心態的話 你是不是剛好被小草 更憤怒 更討厭而已 對不對 那你看林俊憲講什麼話 他講的還不是普通的 我都不曉得他有沒有任何 要選市長的自覺 他竟然把民眾黨去叫為邪教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說你有很多事情 可以批評 可是你罵到這樣子 就是真的太難聽了 然後你必然招致反彈罵 那你所以你這個 不是就讓你的處境更差嗎 對不對 那所以從現在看起來 謝龍介 笑眉眉 是嗎 那林俊憲的問題 我覺得同時 台南跟高雄會聯動的 同時會反映到高雄上 就是說TBBS做的高雄的柯智恩 好像覺得都那麼強 我覺得固然對柯智恩長期的努力 是一個鼓勵 但柯智恩也高興一下就好了 因為這個也不是說可以一直穩定的持續 是這個時機點 是因為在做的日期是9月2號到9月9號 這一段時間就是叫做柯文哲蒙難期 他這個時候歷經了大起大落的無保請回 後來又收押禁見 然後又有很多的 這個減調 對媒體帶風向的各種衝擊 所以在這個時候 加上高雄又出了一個類似 台北京華城的案子 可是他更短時間內 給國賓的容積率更高 所以這些的連環報造成了很多 特別是我覺得民眾黨的支持者 在這個時候會報復性的 反對民進黨 然後跑去支持柯智恩 可是到底柯智恩能不能 真的穩固他的支持度 還要做很大的努力 好 來請教董哥 其實你可以看到 林健一線為什麼要打 柯文哲還有民眾黨 因為他新潮流 因為這三個人要選 只有他是新潮流 新潮流現在的方向就這樣 新潮流不倒 台灣不會好 是誰喊的 就柯文哲每天在喊 大家記得這一次的立法院選舉 你記不記得有一個組合 叫做三昌沛 黃珊珊鎮 由蔡其昌護 這是誰跟誰去談 是卓隆泰跟黃珊珊 有提到了這樣 很多人講說有好幾種選擇 後來這個案子有去問賴清德 賴清德說 蔡其昌是新潮流 柯文哲會接受嗎 連護的都不接受 大家記得這一段故事 這段故事因為當事人有得活認 可是最後被證實了 因為卓隆泰 本來他們開始一直講沒有 後來就被證實了 證實有碰面有怎麼樣 我講這個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的政治很微妙 就是這樣 因為藍金在這間艱然選舉 大概都是有一個唯一的人選 卓隆泰 柯智恩都有一個唯一的人選 所以大家的既身 既定的印象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 他在地方上做什麼都會被賦予這樣 那立金呢 立金因為這是我們一定贏的選舉 所以很多人都會選 就很多人出來選 很多人選就會互相牽扯 牽扯他的民調就會比較差 就是以我過去長期跑選舉新聞 他在遠遠的時間 因為畢竟還兩年多 所以你現在做的話 他們會互相牽扯 你打擊的這個人 他是支持王定宇的 你要問王定宇先 他就不支持 就是類似這樣 所以等到最後只剩一個人的時候 又是另一個局面 有一個局面就會這樣 很多人不查 我覺得柯次任跟謝榮介都是老將 他們其實 他們不會覺得說 我很高興 我快贏 我覺得他絕對不會這樣 因為他們選過這麼多次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高雄這幾年 高雄是這十幾年來 獲得中央補助最多的 尤其馬行九執政 什麼補助都有 譬如說魏武營 鎮魯出地又花一百多一幫禮蓋 然後開張的時候 馬行九那時候還當總統 出這麼多錢 連一張請檢都沒有 高雄就是 民進黨執政就這樣 他認為說都是我最厲害 我怎麼樣 其實你今天看到 當你真正需要那個的時候 你就發現他們拿不出本事 現在拿不出本事 中央給他奧元這一次最多是什麼 給你台積電 結果大家去草土地 簡單講就這樣對不對 如果只有用這個方式的話 其實沒有跟高雄注入那種火水 他還是起不來 好 請教婉輝姐 我在看這個 怕我們在討論的部分 我覺得要回來講一下 民眾心目中的城市CEO 是長成什麼樣子 我在看 遠見最近做的一個調查裡面 像盧媽還有高雄的 這個勞慶寧縣長 其實他們 對 台東 他們都是在分數上非常高的 那回來看 我覺得林俊憲 我剛剛去滑了一下 就像永萍講的 你有真心準備要選市長嗎 你知道一個想要選市長的人 跟你在做一個立委 跟講出邪教這種像側翼這種話的人 你覺得民眾會喜歡你嗎 人家說相由心生 民眾其實相親很簡單 看樂要順眼 說話覺得要和善 就等下你們自己同黨講 我就先不要講謝龍介兄 龍介兄講話是非常幽默的 在我們台南 說話就很幽默 大家都希望說有一個機會 這個地方 長期都是三十幾年 都是民進黨執政 撇開龍介兄 來看一下陳亭妃 林俊憲跟王定宇 這個後面兩位男立委 感覺比較常常會有一些 側翼性的一個發言 我跟大家講一下亭妃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兩家在台南 其實我常常聽到鄉親在講 為什麼是他在土地裡面的 他跟他妹妹每天跑非常多的行程 然後跟民眾的互動是非常好的 回來講高雄 這個賣賣市長就是一直暖男 我最近去看他不管臉書 新聞 不是在嚕狗 嚕貓 就扮演唱會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個形象這樣子 那個自然我看在所有的 不管跟誰比都領先 雖然剛剛董哥說 到時的時候就不一定 但是我要講 自然的形象上面 就是有一個大家長的樣子 他會愛人 會喜歡人 然後因為他自己在教文委員會 所以我覺得對地方上來說 教育的 文化的 交通的 我看到最近包含像是中秋節 招數者 收拾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要讓民眾常看到之外 也要對這個市政要能夠提出想法 這才是大家想像就是說 未來我這個城市 想要的一個領導人 是長成一個什麼樣的樣子 可是現在民眾黨對於你們來說的話 市長的選舉這一局 現在你們原本的佈局 會有因此而變化嗎 我覺得目前大家都還是 繼續在地方做服務 離選舉還有一段時間 但原來有一些設定的部分 還是大家就盡量 就在地方能做就做這樣 但我自己的觀察是 禮拜天的這個活動之後 我覺得地方的各地的 這個凝聚力是滿好的 所以中部 南部有可能還是 長者是寶 需要陪伴與照顧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